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正道。 主所亲爱的大家,晚上平安。 我们大家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继续分享在风雨中前进。 特别是福音教会在风雨中不断的前进。 那么我们已经进入到福音在希腊的战场这一段时期。 那福音在马其顿。 那这里有它的特色。 跟着福音在帖撒罗尼加。 这里也有它的特色跟挑战。 跟着我们看到福音在比里亚,十七章的比里亚。 好,这里也有它的特色。 再来我们看到福音进入到雅典。 那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特色是什么?还记得吗? 那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福音在戈灵多。 好,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福音在戈灵多。 那我们来看这个十八章的九节到十一节。 我们看到保罗在戈灵多的时候,神向他显现。 主耶稣向他显现。 在什么时候向他显现呢? 这里特别说在夜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的夜间,他总是有属灵的教训,有属灵的意义。 夜间就是魔鬼工作,魔鬼很强盛的,势力很强盛,很强大的那段时期,那段时间。 夜间也是黑暗掌权,黑暗到来的时刻。 无论是灵界的魔鬼是黑暗,是黑夜。 有时黑夜也指我们人心里面的黑夜,人心里面黑暗,就是黑夜。 人心里面黑夜没有光,那就进入黑暗,就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光。 所以黑夜在圣经里面有多重的教训跟提醒,跟警告。 有时是指灵界的魔鬼,他的时间,黑夜是他的时间。 有时是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黑暗,道德的堕落,犯罪,到处都犯罪是黑夜。 有时是指我们个人的内心里面的黑夜。 现在主耶稣为什么突然间,在黑夜,要向保罗显现呢? 当我们看主耶稣对保罗讲的话,就可以去了解。 主耶稣一显现,就对他说,保罗,你不要怕。第一句话说,你不要怕。 第二句话是叫他只管讲,不要闭口,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我会与你同在。 第三句话是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就是有很多人要害你,但是他们害不了你。 第五句话,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城市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有许多神的百姓在里面。 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有很好的教训,很好的提醒,很好的学习。 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叫保罗不要怕,难道保罗怕了吗? 他连死都不怕的,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他连下奸牢被打,被棍打,被怎样折磨,被锁链锁,他都不怕的,他什么时候怕狗? 他没有怕的呀。 那你看他在哥林多受的逼迫,比起别的地方受的逼迫, 哥林多的逼迫算不是大的。 其他地方的逼迫会更可怕,更加的大,甚至曾经他被打到几乎死,人家以为被打死了,那多可怕的事啊。 那突然间,为什么到这里他开始怕呢?而且不想再讲。 所以他不要讲,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你要讲,你不可以不讲,你一定要讲,因为他不想讲。 那我们看他的哥林多一节到九节这里,他也没有遭受到很大的逼迫。 只是被遭受到犹太人的反对,跟毁谤,跟毁谤他。 这样保罗就怕了啊? 这样保罗就不想讲了啊?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这根本对他来讲,这个是很小的事而已啊,真的很小的事而已啊。 如果我们不能够体会保罗,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这件事啊。 如果你真的爱主,真的是一个爱教会,爱主中心的人,你慢慢会了解保罗现在的软弱,为什么会这样? 你听过骆驼背上的一根稻草吗?你听过这句话吗? 骆驼背上有一根稻草,一根小草。结果这根小草放在骆驼的背上,骆驼把骆驼压垮了,因为骆驼承受不起,倒下来了。 当然,那根稻草是很轻的嘛,那个不是重点嘛,那根本不能够压倒骆驼的嘛。 原来是因为骆驼载的重量已经超出它的承担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很多很多,它也是承受不起的重量来的。 而且这种重量承受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很久很久的,很长时间的这样承受,承受它不能承受的力量,重大。 这个时候,就算你轻轻地讲他一句话,轻轻地骂他一句话,轻轻地骂他一句话, 这样批评他一下,他就整个倒下来了。他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他长时间受到这样的压力,受到这样的攻击,受到这样的逼迫,已经超越了他能够承受的那个程度,已经超过了。 而且很久很久了。 我相信主耶稣讲的话,我相信主耶稣说他怕,那他真的是怕。 因为主耶稣说,叫他不要怕,那他真的是怕咯。 如果保罗根本都不怕的,那你叫他不要怕,那保罗听到说,我几十怕,我都没有怕过。 主耶稣叫他说,你不要怕,那因为主耶稣知道了他的心,了解他的心,他真的开始害怕。 那主耶稣叫他,你只管讲不要闭口,就是主耶稣知道他不想讲了,不要再讲。 所以再坚强的人都有他软弱,有他害怕的时候。 关于这一点,对不起,传道讲我的经验,我的经历,我曾经有过这两种情形。 那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怕,不懂做什么,很怕很怕,一直都在害怕。 每天都在害怕,不懂在怕什么。 做什么事情都害怕,不敢做,不敢讲,也不敢去做,就是一直害怕。 到晚上的时候呢,更加的害怕。 所以我那段时间,我晚上睡觉一定要开灯啦,整个开灯,甚至教会,厨房,传道房什么都要开灯的。 那是怕鬼啦,这种情形是怕鬼啦。 那白天都没有鬼啊,白天,一般上我们都不怕啦,白天也在怕。 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常要这样跟主耶稣讲。 主耶稣,你一定要保护我,让我平安地睡觉到天亮。 你一定要与我同在,让我好好地睡觉,不然我没办法睡觉啊。 Lord Jesus, please protect me, and watch over me, so that I can sleep well the whole night. 我也一直在检讨,到底我在怕什么,我到哪里为什么会这样,都找不出原因啊。 I was reflecting on myself, why I was so afraid, and I couldn't find any reason. 那也在这种情况中,那段时间,很多灵界的问题,很多魔鬼, 几乎每天都来找我,或者各一天各一天就来找我, 真的直接面对面见魔鬼的。 我要讲的就是,有时就会莫名其妙地,进入这种的情形,很害怕。 但你不知道在怕什么。 What I want to stress is, sometimes we are thrown in such a circumstance, but we will not know, we do not know why we were afraid. 或者在某种凌晨里面,灵界里面,我软弱了吧,应该是有软弱了。 Or perhaps I was weak in a spiritual room.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保罗不想讲了。 The second one is, Paul did not wish to speak. 我也曾经这样,不想讲,什么都不要讲。 I too did not feel like speaking. 可是做一个传道不能够不讲啊,你讲到一定要讲啊。 But as a preacher, we cannot but speak. 那叫我讲那种啊,那种很普通的啊,那种道理, 我讲讲一下会讲到比较深入一点,讲讲一下就比较会讲到敏感的问题。 If I were to speak an ordinary sermon, very gradually I will just go into something that is more spiritual or sensitive. 因为道理就是要我们悔改嘛。 道理就是要我们圣洁啊,洁净我们啊,拿到我们清洁啊。 The truth is to tell us to be cleansed and holy. 但是讲道一定会讲到这些啊,除非我不讲道理咯。 讲道理一定会讲到这些,很奇怪咯。 So it is inevitable that I will touch on these topics. 那甚至我告诉自己说不要一直在骂人,你们说的骂人啊。 那我就讲到很多的见证,希望不会骂人。 因为见证就是这样啊。 有没有注意到我一段时间常常讲见证的,整天都是见证来的。 从头到尾都是见证,有没有。 很长的时间。 I have also tried not to reprimand members, but just tell your testimonies. 因为我不想讲啦。 Because I do not wish to say it. 大家不知道我的心情。 我不想讲,我不要讲。 讲见证吧。 但有很长的时间,我讲故事有没有。 所有的道理,那一段时间全部讲故事的。 我觉得讲故事大概,感觉上没有这么这辈人吧。 讲故事嘛。 但是奇怪,我讲故事也,人家听到我在骂人。 我讲见证,也听到我在骂人。 用见证来骂人。 哎呀,后来我要怎么办呢? 我不要讲了,我跟耶稣说,我不要讲了啦。 可是你做个传道怎么能够不讲呢? Whether I was telling stories, or I was telling testimonies, it felt as though I was rebuking the members. So I told the Lord Jesus, I do not wish to speak anymore. 后来我读到这段圣经,主耶稣安慰保罗说, 我心里得到很大安慰了,我虽然不是保罗啦, 但是我们传道人就应该向保罗学习, 每个传道人都应该要向保罗学习,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有保罗这种情况会怕,甚至会不想讲, 都有这种情况,但是主耶稣安慰他, 主耶稣亲自的安慰他。 We will also come to a situation like this, where we are afraid and be afraid to speak, but the Lord Jesus has comforted Paul. 常常有信徒跟我讲,或者是负责人, 或者好朋友跟我讲, 传道你不可以这样讲,传道你不应该这样讲, 传道你不要这样讲。 这里不可以讲,那边不要讲, 这里不方便讲,这个很敏感。 讲什么? 我想只是讲一般上的,大家好听的话, 大家很舒服的话,很高兴的话, 那就不用我上台讲了咯。 何必传道人来讲道理呢? 这不是大家都会讲吗? I thought to myself, if I were to speak ordinary sermons, then I do not need to even come up here to speak. 先知以前,需要先知, 就是因为先知讲圣洁的道理, 先知讲悔改的道理, 先知讲旧生命灵魂的道理, 这个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 讲道的神给他的使命, 叫做先知讲道就是这样子。 除了先知讲道,其他人都可以讲道, 弟兄也可以讲道,姐妹也可以讲道的呀, 没问题的呀, 为什么一定要你讲? 是不一样的, 看先知讲道跟一般人讲道不一样。 对不起,我不说我是先知,对不起。 我要解释他的不同点, 他的重点在哪里。 你自己从回到家里重新看, 每一本书的先知书, 你看先知讲道是怎样的, 哪有客气的,哪里有诗诗文文的。 没有的。 那我发现这个就是他们的使命, 神给他们的使命,要他们这样讲。 就是给他们这样的恩赐, 他们自动就会这样讲。 所以也怪不得这么多先知, 真的先知,中先知会被打死, 甚至被赶走, 甚至被人家恨, 原因就在这里了。 那么,主耶稣特别跟他讲, 我有许多的百姓在这里, 这个是很大的安慰。 你注意看,哥林多, 我们已经解释过, 他游记流行的话, 叫做哥林多话。 哥林多话就是他的culture来的, 很道德,很堕落,很淫乱, 而且很放纵情义的, 叫做哥林多话。 都是罪恶的城市。 在这么堕落的城市里面, 主耶稣说,我还有很多的百姓, 很多的百姓, 神的百姓在这罪恶的城市里面。 而且这个是保罗听到主耶稣讲, 最高兴最兴奋的一件事情, 最好最大的消息。 因为他就是传呼应的, 那么他会灰心,会不想讲, 也就是因为没有人要听, 没有人要听,甚至还逼迫他, 毁谤他。 现在听到主耶稣说, 不是啊,保罗,这里有很多人要听啊, 很多人是神的羊啊。 哇,你看,对一个传道人来讲, 这是多么大的好消息啊。 我比喻,如果做生意的,做直销的, 这里有很多人要买你的产品啊, 这里的人都很重要你的产品啊。 你说我们做生意的人高不高兴? 最高兴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啊, 哇,这么多商业走啊。 我不早了。 我要流下来了,我不早了。 这么多商业啊。 是不是。 世上,世界的人是推销产品嘛,那些赚钱。 保罗的产品是推销福音产品,天国产品啊。 但是,耶稣会推销福音产品, 但是,耶稣会推销福音产品。 然后,听主耶稣,彻底跟他见证说, 这里有很多人要听,有很多羊,有很多鱼可以补, 你不要走,你要继续讲。 保罗,因为主的安慰,主耶稣的这些话,让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一年零六个月。 那你看一年半里面他在做什么? 他就是在传福音。 他就是讲神的道理,就是这样。 没有讲其他的。 这里说,将神的道来教训他们,就是讲神的道理。 那神的道理是什么? 神的道理就是要我们悔改,肯定是要我们悔改的,认罪的。 神的道理一定是要我们来得救的,来圣洁,来得救的。 神的道理一定要我们放弃世界,放弃骄傲,放弃贪心,然后敬拜神。 敬拜神,一定是这样的。 一年半里面全部就是讲这些,就是神的道理。 这个就是在讲神的道。 那么怎么知道这些是神的百姓,属于不是神的百姓呢? 怎么知道呢? 你想要知道,用什么方法知道吗? 这个是主耶稣教的啦,主耶稣讲的。 我们要怎样知道这个是神的百姓,这个不是神的百姓,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说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方法可以印证是神的百姓还是不是。 请看亚非语书的第十章。 二十七节。 神的羊一定是听神的声音哦。 就这样你可以分辨出谁是神的百姓,谁不是啦。 我们说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 你真的是吗? 如果你真的是,为什么你听到这种得救的道理,这种悔改的道理,这种圣洁的道理,这种认罪的道理,你却很反感呢?你却很生气呢? 你不是要听神的声音吗?神的道理吗? 还是你觉得这些道理,我不需要的,不是我来的,都是指别人的。 好啊,那你觉得不是在讲你的,你不需要的是讲别人的。 那你为什么生气呢?应该别人生气啊,因为我在讲他呀。 那你为什么会生气,会恨传道呢?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神的羊,必定听神的声音。 你注意耶稣讲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所以大家检讨一下,今天听道理的心态,你在听什么? 你听到的是人的道理,还是听到的是神的道理,你要去反省一下。 神的道理一定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要我们悔改的,一定是要我们敬畏神的,一定是这样。 没有其他的。 当然,里面也会有安慰,也会有勉励,都会有那些称赞,都有啦,这是一定会有的啦。 那么我们继续看回《使徒行传》的第18章。 这样我们从这里知道,保罗在哥林多一年多,一年半。 我们来读12节啦。 他的逼迫就来了。 这里说,在加留作亚盖亚方博的时候,就是巡吾的时候,犹太人同心,非常同心的起来攻击保罗跟希拉。 为什么突然间,11节才说他讲神的道理,12节就说人被攻击了。 为什么?因为你讲神的道理啊。 谁叫你讲神的道理啊? 我们圣经常常看得到这种很奇妙的安排,那个圣经的排法。 刚刚这里讲怎样,那边就发生事情了。 已经很多次发现到这种奇妙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被攻击呢? 你为什么会被攻击呢? 因为前面说你讲神的道理啊。 所以大家请注意啦。 在这个末世里面, 在大家都是厌烦纯正的道理,自己认为自己很圣洁的时候, 你讲神的道理,你就得罪人。 人家就对你反感,请注意。 那么后果呢,一定是12节, 起来一般人同心的对付你,攻击你,毁谤你,一定会这样。 我们说这个可能就是外面嘛,外面的人,外帮人攻击我们嘛,对不对? 但是,我们明白过后,我们知道这些工具常常来自教会里面的人, 来自自己家里的人,不是外帮人。 尤其他人就是他们的一家人啊,保罗也是犹太人啊,都是亚伯兰的子孙啊,都是带同样的真神啊,不是家里人是什么。 尤其他人同心攻击他,知道吗?就是家里人来的耶。 以前比较不懂这种道理。 坐船道越坐越久,越感受到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情形。 我知道,又有人说,这样讲没有造就,这样讲又是让信徒听到我们的教会没有长进,一定又是这样的话的咯,肯定的咯。 但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啊。 但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啊。 累积不断累积起来的结果来的呀。 如果有主的妇人,团长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甚至责备我们,因为爱责备我们,我们警醒啊,我们不敢做啊,我们做了,我们知道错了,我们悔改啊,那就不会这样继续错下去,就不会这样无畏下去啊。 这个家里人是谁呢? 家里人,我看资料背景,他是罗马王帝的诗人老师,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罗马王帝的诗人教师。 他被公认是个很公正,很冷静的一个人物,很公正,很冷,处理事情非常冷静的人。 他对宗教的态度,犹太教也好,其他宗教也好,如果宗教不妨碍罗马政府,不妨碍那些政治,那他就一般上,他就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不理你们,你们的自由。 但是,你不能够牵扯到罗马政府,政治的问题。 那么这里12节说,他认神长的时候,方格就是损无神长的时间,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间点。 这里说,他这时候在那边做损无嘛,这个就是给我们提供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时间点。很清楚。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他做损无的时候是主后51到52年,那历史是这样记录。 历史上的记录是这样,51年到52年。 他上任了,他刚刚开始上去做。 那么就提供我们保罗第二次传道的复义时间点啊,那个年度啊。 好,那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他,其实很多人啊,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同心的,讲起来是不能同心的。 有时夫妻都不能够同心啊。 有时兄弟自己的亲哥哥弟弟都不能够同心啊。 这个世界是很难同心的啦。 甚至家里人也不容易同心,也很难同心。 但是为了公祭祖,公祭教会,公祭福音,他们却可以同心哦,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所以大家请留意这件事。 当公祭教会,公祭福音,公祭真理,公祭神的忠心仆仁的时候,你看,他们会同心起来,你注意看。 本来他们也是不同心的。 这是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得到的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谁在引导他们的心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同心啊? 谁在筑成他们这种心啊? 那么十三节说,把它拉到公堂去,就是公会里面去,公堂里面去。 那就是十二节。 那么我们看到撒旦的公祭,已经动用到政府官员来公祭了。 已经动用到政府公堂了,公堂就是审判人的地方了。 前面只是对你个人的公祭,后面动用到政府机构了。 那十三节说,控告他的理由是,这个人欠人家,叫人家不要按作立法来敬拜神。 控告保罗的理由。 那么这个家流,这个神无啊,他听到,那是你们宗教的问题啊。 这个不是国家的问题,也不是政府的问题,也不是杀人啊,那些犯立法的问题,都不是呀。 这个是你们宗教的问题来的呀。 所以十四节,家流就对犹太人说,这个是你们,你们犹太人,如果你们有受冤枉啦,或有什么犯这个国家立法的事,我应当耐心去听你们讲。我应当耐心地去审判,去检查。 十五节说,但你们今天所争论的,所抗告的,是你们关乎言语啦,那些明目啦,那些律法啦,那些你们自己去办吧,你们自己去解决吧。 他不处理这些宗教的事情。 然后十六节还把那些控告保罗的那一班人,赶出去公堂啊,不让他们在这里乱啊。 我们看这个审判官啊,这个家流啊,他做事情,处理事情很清楚,结线很清楚,对错很清楚。 他不是不要审判。 他说如果是杀人啊,犯火啊,这些罪恶的事,那他应该审判,他说我应该要审判,应该要耐心来听。 如果是对罗马政府的问题,我也应该要听。 可是你们宗教的事来的呀,要不要割离,要不要守立法,那是你们的事啊,那关我们什么事呢。 圣经这样记录让我们去了解,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这个官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官员。 那么十七节,他们没有办法控告保罗,陷害保罗。 他们跑去抓那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来打他呀,找他来出去呀。 什么叫做管会堂,知道吗? 管会堂就是管犹太人的会堂啦。 这个管会堂多半是由长老,长老选出来的。 他们除了管理会堂的行政工作,还包括每逢安息日要请谁安排谁读立法、奖励法、讲道,都是管会堂来指定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下个星期安息日谁讲道是由他来决定的,他来选的。 那他们为什么打他呢? 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常常叫这个保罗,因为他有权利嘛,指定谁讲道嘛,谁来读圣经,读立法书嘛。 为什么你去叫他讲? 在犹太人家会讲这种道理,对你安排的呀,所以抓他来打呢。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已经信了主耶稣,还是根本还没有信耶稣,没有资料呢。 照感觉他应该是过后才信主耶稣啦,比较有这种大可能啦。 那因为他在当时安排保罗讲道的时候指定他,他可能就是听到主的道理很奇妙,听到神的爱那种十字架的救赎,那种跟立法的那种对比,他觉得很有道理啊。 所以常常就是安排保罗讲。应该是这样啦,我们的感觉。 I have a feeling that because he arranged once for Paul to speak there, and having heard about the gospel and the death of Jesus on the cross, subsequently he continued to arrange for Paul to speak. 但是,如果你说传道,你怎么知道,可能他之前就信主了,那也ok啦,反正都不用去辩论啦,也ok啦,有时候不ok。 因为正经找不到答案是被打之前信主,还是被打后才信主,没有答案啦。 重点是,他为什么会被打,重点在这里。 不关他的事的嘛。 但是谁叫你安排保罗讲道啊,谁叫你这样时常指定他啊,我就是要对付你啊。 你不叫他讲道,你不安排他就没事嘛,是不是。 所以当大家都哼保罗的时候,谁还敢跟保罗做朋友,谁还敢看到他来会讨的时候叫他上台讲道,没有人敢叫保罗讲道。 我在想啦,我多想啦,有一天我到这种地步的时候,都被人家恨的时候,我到教会来,大家还敢叫我讲道吗? 诶,成传道来了,哦,不要叫他讲道哦。会不会这样啊?我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其实也很简单,不排他就好啦。我们有开会的嘛,我们有制度的嘛,没有排他就好啦。 一年,一个也没有,两个也没有,三个也没有,半年也没有。 教会的决定啊,你不能怪我,教会的决定啊,对不对。 如果你安排传道讲道,可能你会被对付哦。你为什么排他讲? 我们没有叫你排他讲,你为什么排他讲? 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事先先讲,我跟你讲。 因为不一定是对我这样,你会对其他的传道这样吗? 默示真耶稣教会里面,你认为不会发生这种事? 传道今天为什么讲这种道理? 一直强调一百年后的真耶稣教会,大家睁着眼睛来看。 有时,就是我们自己在被报传道,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不是你啊,也许就是你来的呀。 sometimes it is we ourselves who are persecuting the preachers. 不是这样子吗? isn't that so? 好,继续看下去。 我们看这个十八节。 we continue to read verse 18. verse 18 So Paul still remained a good world. Then he took leave of the brethren and sailed for Syria. And Priscilla and Aquila were with him. He had his hair cut off at Cancria, for he had taken a vow. 直到二十二节。 until verse 22, verse 19 now. And he came to Ephesus and left them there. But he himself entered the synagogue and risen with the Jews. 20.When they asked him to stay a little while longer with them, he did not consent. 21. but took leave of them, saying,I must by all means keep this coming feast in Jerusalem. But I will return again to you, God willing. And he sailed from Ephesus.22. And when he had landed at Caesarea and gone up and greeted the church, he went down to Antioch. Oh,对不起,到二十一节就停止了,对不起。 We read up the verse 20. We read up the verse 20. 因为二十二节是第三次旅行步道的开始。 Verse 22 is actu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missionary journey. 对,对,对。 那从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一节。 Verse 18 to 21. 到二十二节。 Verse 18 to 22. 那就是第二次旅行步道的结束,回程啊,回程的那些路程。 It'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econd missionary journey where Paul returned. 嗯,二十三节呢,是开始,又开始,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的开始,是从二十三节开始,请注意。 Verse 23, he started his third missionary journey. 啊,那么,十八节说,保罗住了一些日子就辞别,弟兄坐船往苏利亚去,他开始回了。 第二次旅行步道结束了,开始回程了。 So, the second missionary journey has ended, and he was sailing back. 那么,我们从刚才的读经,看到他离开哥林多,到坚戈里这个地方。 And we, from the passage that we have read, we read that he left Corinth and came to Cancria. 那坚戈里是在哥林多的东边,是一个爱琴海的港口,是个港口来的。 Cancria is a port on the east. 然后呢,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又到了与护所,看到没有?到了与护所,十九节,到了与护所。 到与护所,保罗就把亚基拉夫妻,白基拉,亚基拉,留在与护所,在那边牧养。 那保罗在与护所只是做短暂的停留,他不是真正的在这里牧养或者建立教会,不是。 那么,他二十一节说,辞别与护所的弟兄姐妹说,神若愿意,我还要回来你们这里。如果神愿意,我还要回来。 所以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我就看到保罗直接去与护所了,回来了,神愿意,主愿意,他就回来了。 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福音在与护所的战场。 跟着呢,他慈悲地离开了与护所,他就下到该撒利亚。 二十二节,然后就直接上到耶路撒冷去。 那只是说,他去那边问候一声,关心一下,什么都没有做。就是见个面,问候一声。 那么跟着呢,就回到安提阿,那个是他常常在那边牧养的地方,从那边出去旅行传道的地方。 保罗的教会是在那边,这样看起来就是保罗心目中的教会就是那边。 出去传道,一定是从那边出去的。 就是安提阿教会开派他出去的。 他回来呢,也回到那边去的。 所以称为保罗,我自己这样认为,那个是保罗的教会。 像是母亲的教会这样。 好,那么在二十三节,住了一些日子,又离开那里。 那是访问加拉太,以佛家,接过们。 这是第三次旅行步道,已经经过到第三次了。 然后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这里介绍一个福音的勇士,另一个福音的勇士。 他叫做亚波罗,是犹太人,叫做亚波罗。 他来到以佛所这个地方。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有口才的人。 特别,这里特别介绍说,他最能够讲解圣经。 圣经的意思是说,他精通就业圣经。 那时的新月圣经还没有成形,还没有真正的成形。 可是他虽然已经接受了主的道,但是他对主耶稣十字架救赎的道理,他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不是完全的明白。 二十五节说,他受了主的道,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讲解给人家,详细的讲解给人家。 只是他单单晓得叶汉的喜,就是说他对耶稣的十字架救赎,他不是很懂。 那么一直到二十六节,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妻借待他,把神的道理,特别是十字架的救恩道理,讲解给他听。 那么他也是很谦卑地来接受。 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咯。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圣经也说他是一个很有口才,很熟圣经的人来的呀。 你看他在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口才多厉害。 可是他却可以听一个不认识的一对夫妻哦,一个平凡的信徒讲道理给他听,而且接受呢,他要接受他们哦。 一般上很有知识的人哦,很懂道理的人哦,很难听人家讲道的啦,很难。 除非你是个很谦卑的人啊。 有一些虽然外表上看到他在听你讲,听你讲,他的内心是很骄傲的,他内心是不接受的。 我们看到亚伯罗他不单只听哦,他也接受呢。 真的把亚伯罗讲的道理是接受呢,接受在心里面。 所以,这个是亚伯罗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也是我们很学习的地方。 27节,他想要往亚伯罗去,那么那边以赴索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写信哦,叫教会来,其他的信徒来接待他。 到亚伯罗的时候,就是哥林多啦。他想要去哥林多,亚伯罗是哥林多。叫哥林多教会来接待他啦。 那么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那就对那边的信徒,信主的人多多的帮助,帮助那边信主的人,看到没有。 那么就是说,他也有牧养信徒的恩师咯。 到了哪里,多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那就是对内牧养。 那对外面,对外呢? 第28节,在众人面前既有能力拨打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对内有牧养恩师,对外有辩论讲道的恩师。 明白了救恩道理过后,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你这样跟犹太人讲,你一定被对付的。 如果你说证明耶稣是基督,你对外方人讲OK的,没问题的。 但是你偏看犹太人说耶稣是尼撒亚,耶稣是救主,你想死啊你。 那你一定要有很大的力量,跟你的口才,跟圣经的知识,才能够跟他们这样讲呀。 这个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另一个神国的勇士。 这些都是为父婴来努力的人。 来,我们来唱赞美诗。 283节目。